刚才乙林姊妹是来自安徽省的 她对电脑真的不熟 我们找童工请她 她真的很贫信心 她说我愿意学 做了两年多 她手上的学生应该超过四百个学生 所以不容易 每一天对着电脑真的眼光光发青光 但是每天一直做 所以我很欣赏她的本身 她刚才说的空神 不是空神恶杀那个空神 是空中神学院的空神 这家名了 刚才认为我们为什么这么兇 训练空神出来 不是这个意思 所以希望大家纪念她 她自己也是空中神学院的毕业生 所以我们也很感恩她能够参与我们的服侍团队 我们中国有七位的童工 她是其中一位 她第一次来香港 第一次来 我要带她去吃臭豆腐 炸大肠 然后她明年不会来 所以也感谢 我不知道大家知道 以林姐妹是你们教会 支持其中一位宣教士 所以我觉得她来见大家是应该的 是应该的 正如我来见大家也是应该的 不过今次预备这五堂讯息 真的不是很容易 如果大家看到你的笔记 你应该明白 真的 是 是 我不敢说有汗有泪 不过就是一番心血 由于我要讲摩西五经 经文的章节很多 所以我要求教会如果容许 把这些经文都打出来 而且我也特别高兴了一些 你们需要注意的字 给你们看的时候能够容易吸收 讲摩西五经不容易 我给大家的大纲应该是三十九页 一共是一万一千零八十五个字 我不是数过我用word card 我没那么笨 就是这样 所以讲这些五堂讯息 希望对大家有帮助 我给一个题目叫 《与神同行,人生路》 连续讲《创作利文生》 五卷书讲到明天就会讲完 星期二有两个团契 我会讲一个叫古经金融 就是将整个旧约 四种不同的书卷 我们怎样应用在他们的生活当中 各一堂也预备挺辛苦的 不过尽我所能 我常常提醒自己 不得的事不要紧 将勤保绝 总会有少少东西都会出来 所以我也花了很多时间 好 我们先做个祈祷 天父我们很感谢你 让我们能够在全福堂这个地方 成为一家人 又能够在这个地方 不单止敬拜 而且承担使命 我们求尊你帮助我们众人 在家的当中 我们有承担 我们有学习 让我们有相爱 让我们有分担 让我们弟兄姊妹相住一起 我们一同承担使命 一同来到生命有成长 帮助我们 当我们研读《摩西五经》的时候 虽然所覆盖的范围 章节是相当之多 但愿意我们从其中抽一些 我们需要认识 或者需要着重的重点 来一同学习 影响我们的生命 帮助人生当中 能够有一个与神同行的人生 带领一下的时间 让我们能够明白 而且能够接受 并且能够真的顺服 遵行你自己的教导 带领我们一起来到聆听 一起来到学习 奉耶稣的名祈祷 阿们 今次讲五个分题 主要是讲与神同行人生路 第一堂是说行在神的心意中 祝坛是说创世记 第二堂是说行在神的事命中 说到事奉是出埃及记 第三堂是说行在神的圣结中 是随罪是说利未记 第四堂是说行在神的命令中 是叫听命 是说文数记 第五堂是说行在神的智慧中 叫明智 就是叫生命记 所以我们也希望今次做这一件事 我们不仅要明白 我说不完五卷书 很多很多里面的重点 我只是拿其中一些来跟大家分享 我盼望大家能够明白所说的重点 而且有应用 所以每一篇《港道》的后面 有几条问题给大家做的 大家可以回去做 而且我鼓励大家回去这本 这本这么精美 我差点讲了政府 教会这么慷慨 愿意全部印给大家的 希望大家回去可以重新再看一次 跟着经文来做 如果你有小组 或者有土局的伙伴 大家可以一起去分享这些问题的答案 我相信对你会有影响的 我常常提到自己的《港道》 你知道什么叫《Hit and Run》 就是《Hit and Run》 就是撞了你便走路那一只 说完这不是《Hit and Run》的 不是说完就走了就算了 我也希望你们不是《Hit and Run》 不是听了就走了就算了 回去继续看 而实在在将《摩西五经》里的一些教导 真的能够用出来 我相信你真的去做 是会影响你的生命 是会改变你的生命的 第一堂说 恨在神的心意中 遵神而行 有人说人生的目的是什么 人生的目的不是乱冲乱撞 人生的目的不是任意而行 人生的目的是要找出神的心意 并且加以终恨 所以恨在神的心意中 我们要遵神而行 我记得我读神学的时候 在美国一家神学的时候 上第一堂的时候 有位教授就提我们终神学生 第一堂他就说 在我自己目仰的当中 他说他爸爸也是一个好基督徒 他爸爸提醒一件事 他说人生要做什么呢? 就是找出神在你身上的心意 并且全心全意的 揭尽所能将他行出来 这就是人生一个很简单的目标 找出神对你的心意并且活 他说的一个字很重要 是找出神对你的心意 我们做人不要做人在做的人 我们做人不要做别人要你做的人 我们做人要做自己应该做的人 我们做人要做神要你做的人 写下了没有? 总之我们要做人 但是做人不是随便做人 有很多人很羡慕一些人 很想学他 有些人很想做某些事情 但是我们要找的是什么? 就是神要我做什么人 就让我做什么人 下面有三节经文 你发现有一个共通的字 叫做按 按着定命 人人都有一死 我们都会有同一结局 但是下面有两个按 就是按着各人的财干各有不同 按我们所得的恩赐也各有不同 明白吗? 有时我发现做人 有时有些人为什么开心 为什么不开心 有些人开心因为我比他多 有些人不开心因为我比他少 这些多少我觉得是相对的 人不需要和人比较的 我是这么高的 我是五尺七寸 为什么有人五尺九寸 为什么你这么高呢? 那你现在算是怎么样? 是不是? 是否显得我矮呢? 我觉得不是 人不需要去比较 不需要量高矮 每一个人按照神给你的开开心心 老老实实地去做你应该做的人 我觉得创世纪提醒了很多东西 因为我会说下去 你会明白多一点 人就要找出神的心意 并且行出神的心意 不要常常和人跟根计较 我不是说没有上进心 而是人不需要自卑 人不需要自大 我离开香港44年了 所以中文一样 是否有个中文叫做什么? 不寒不悲? 对不对? 不寒不悲 算了,你明白我说什么了 是否这样的意思? 不要太自大 不要梟 又不要自卑 我经常看自己 有很多人有些东西我真的没有 但我不会自卑 因为我知道有很多东西你们没有 对不对? 大家各有不同 按着定命人能都相同 要面对人生的终局 但在人生当中 大家各有不同 所以你做回你 我做回我 做人 我不是说要开心一点 做人要老实一点 做人会好很多 所以我最重要的是说 行在神的心意中 遵神而行 按照神所给我们好好活出我们的人生 走完我们的人生路 第一点就是神的愿意和人的愿罪 神有愿意的 离开了神的愿意就是人的愿罪 误用了神的自由就是人的愿罪 神创造宇宙之后 每天他都说一句话是什么? 神看着是好的 每天都说是好的 是好的 但是当人不按照神的愿意 离开神的愿意 而不用神的愿意 就变得不好 诗经有说 神按照自己的形象来做人 按照自己的形象来做人 是有一个意思的 对不对? 当你按照一个东西来做 是有一个目的的 有一次我和太太去旅行 其实我和太太也挺好心的 看到有些所谓 我不知道这是什么 就是在马路旁边摆档 有不同的东西 卖不同的食物 卖自己制作的艺术品 我们走到一边 看到有一个人在做的就是画素描 那我们就看 我给你看这张素描 还在这 我很少拿出来的 这个素描 你知道是谁吗? 应该就是我和太太的 你明白这个字 应该是什么意思 应该是我和太太的 我记得她画完之后给我们看 她画我看不到 她画得很快 十分钟画完 画完她给我们看 我第一个问题问什么 我说 Who are they? 她说 You and your wife 因为下面有人排队 我又不想人家找两餐 我们说Thank you, thank you 那就走 但是我们拿回去 这个就成为一个很好的例子 什么叫做不像 按照我们的样子 应该像我们 按照神的形象 是否应该有神的样式 所以刚才我说 他说 做回我们应该做的人 似回重造我们的神 以忽所说的路上 这个新人是照着神的形象做 有真理的人意和圣结 有真理的人意和圣结 这个是神的形象 人意和圣结 righteousness和holiness 你要明白就是 人要似回人 神所做的人要似回神所做的人 人意和圣结有它的意思 我说圣结很简单 我举个例子 什么叫圣结的粥呢? 吃粥的粥 什么叫圣结的粥呢? 圣结的粥绝对不是白粥 一碗白粥 那个不是圣结的粥 圣结的粥是一碗有皮蛋 有瘦肉的皮蛋瘦肉粥 那个叫圣结的粥 你明白什么意思吗? 要不要解释 皮蛋瘦肉粥就不要加鸡肉 不要加鸡腿 又不要加鸡腿 那些叫做不圣结 皮蛋瘦肉粥也不要有鸡腿 又有鸡肉 但是没有皮蛋 没有瘦肉 这个就不是皮蛋瘦肉粥 圣结的皮蛋瘦肉粥 必须有皮蛋 必须有瘦肉 千万不要有不是皮蛋的东西 不要有不是瘦肉的东西 这个为圣结 圣结的意思不是一间房子 圣结不是什么都没有 那个不是圣结的房子 那个叫空房 圣结不是空虚 圣结不是四大皆空 圣结是按照神的形象 做回我们应该做的人 有回我们应该有的生活 这个叫圣结 应该有就有 不应该有的就没有 第二件事提到神的方法 人的回应 你真的读的时候 如果你读的时候你会知道 他用人物来贯通成卷书 有几个主要的人物 除了亚当夏娃之外 后来有戈仁和亚伯 对不对 接着有以洛 接着有罗亚 接着有几个主要的人物 亚伯拉罕 以撒 雅各 和约瑟 说得最多就是雅各 和约瑟 所以你看到这几个人物 来表示出我们学习 到底神的心意是怎样 有两个名词 一个名词叫做历史神学 这个名词叫做神学历史 神学历史那是讲神学发展的历史 历史神学那是做历史当中的神学 让我们看到神的心意 明白神 创世纪的内容很简单 创世纪提到神的创造 提到人的犯罪 提到神的拯救 之后说到神的心意 以及人的回应 不同的回应 带来不同的后果 《罪》这个字 创世纪第四章是第一次出现 《求告神》这个字 有两句说话很重要的 《以乐与神同行,不见死》 《以乐与神同行》 创世纪第五章二十四节 另外罗亚怎样呢? 罗亚多一样东西 罗亚不单与神同行 而且他遵神而行 这样怎样呢? 不被灭 洪水来的时候 罗亚遵神的心意和吩咐 建造方舟一家进到方舟里面 带同神要他带的生物进去 然后避免洪水灭世的审判 所以有两样东西 我自己看到的是 两个行 一个是什么? 一个是同行 一个是什么? 一个是遵行 遵行什么意思呢? 做回要做的人 遵行什么意思呢? 做回要做的事 人不单只要做你要做的人 人而且要做你要做的事 一个是说到品格 一个是说到表现 人不是只要做好人这么简单 人还要做好事 这个好人或者好事 表示什么呢? 表示the right person 和the right thing 所以有时候说 神看着是好的 这个是有意思的 所以两样东西要记住 两个行很重要的 另一样东西要提一提就是 不做好人很难做好事 好人会做好事 好人不应该做坏事 坏人会做坏事 坏人会做坏事 坏人… 对不对? 对不对? 所以你要明白 你要与神同行 以致你能够遵神而行 你要遵神而行 你必须遵神同行 是有关系的 有时候我今天写这篇 我也在想 其实有什么重要呢? 你遵神同行又怎样呢? 遵神而行又怎样呢? 那我们的生活乖些又怎样呢? 我一直在想 到底重要在哪里呢? 我自己想来想去 其实很难找个答案 我乖些又怎样呢? 但我想一想的时候 我就觉得 如果… 我意思是这样 当然我是相信 如果是有永恆的话 如果我们相信有神的话 我们就应该遵神而行 应该与神同行 因为是会有分别的 基督徒如果能够活出的人生 能够活出神的形象 能够在人世间 在这个世俗当中 能够被人看见神的时候 能够带人去到神的面前 而因为有永恆、有神的时候 英文说的 You will make all the difference 是完全有很大的分别的 我们不是选择不同的生活方式 我们选择什么呢? 是生死之别 所以不是过得好一点的生活这么简单 而是要过一个我们需要过的生活 而且是必须过的生活 人要与神同行 人要遵神而行 做我们应该做的人 做我们应该做的事 下面讲到有几个人物 我特别带出来和大家提一提 第一件事就是提一位 就是阿伯拉罕这个人 阿伯拉罕这个人 给大家看见一样的是 人用人的方法去做事 我选择了三段经文 阿伯拉罕第一次出哈兰 阿伯拉罕就是阿伯拉罕 后来改名叫阿伯拉罕 阿伯拉罕出哈兰的时候是75岁 神允许他要成为大国 就是大国 但是他自己想想 我都没有儿子 我都没有子孙 我都没有儿女的时候 我都没有儿女的时候 怎样成为大国呢? 后来到他86岁的时候 太太帮他出了主意 不如你就透过我的子女娶她下甲 可以有计后 于是生了二十玛尼 那时候他86岁 到了99岁的时候 耶和华再向他显然 向他显然 跟他说 是撒拉 当时是撒来 后来改名叫撒拉 所生的 才是我所要给你的侯蕊 你计一计的时候 阿伯拉罕等了25年的时间 才有应许之旨 你说真的不要开玩笑 是吗? 25年我一直预备 我一直想 我计完这些年龄 我说为何神要给就给 为何要他扔这么久呢? 为何不75岁 他认为他可以生的 就是让他生的 到他不可以生的 就是让他生的 是吗? 为何要这样做呢? 想着想着我都不太明白 后来就让我想着一张圣经 叫做《约翰福音》第十一章 有一个人叫拉撒路 是吗? 他病了 他姐姐派人去找耶稣来医 耶稣特意不去 到拉撒路离开死了之后 在坟墓四天他才读 有人说 为何你不早点去呢? 他两姐妹都说 为何你不早点来 我兄弟就不用死了 后来他说了什么话? 他说 为要见到神的荣耀 为要见到神 你想想 75岁当时的人 75岁仍然是可以 其实今天75岁 是不是都可以 我不知道 我还未75岁 就算我差五岁 可能我老婆也未必真的 不要搞 我老婆生我五年了 70岁还要我生 虽然我们知道有老婆生猪 但也不是这样 但当时来说 差五岁还可以 所以我有时会想 为什么会拖这么久呢? 75岁不可以 到86岁都不可以 99岁 100岁 他们都觉得不行了 那时候才可以 神有他自己的心意 你知道 人做到的事 真的没什么奇怪 因为神让你看到的 是神做的 所以我加句话 不要自以为聪明 神有他的方法 神有他的时间 13年 13岁的以什玛利 其实阿伯拉肯当时 都以为自己挺聪明的 是吗? 就是帮一下神手 神也可能不记得 让我帮一下手 就找了下甲帮手 13年他还以为 我们用今天的教会词语来说 他还以为自己侍奉神 侍奉了13年 原来这些不是神要他做的 你记得我开始说什么? 做你要做的人 做你要做的事 你要记住一句话怎么说呢? 自己以为属灵 不一定属灵 我就以为自己很聪明 你以为自己很聪明 不一定是聪明的 以为属灵不一定是属灵 有些人常常把神挂在口边 说的说话真是 好像很属灵 属灵是什么? 最重要的是属灵是合神的心意 属灵不是一种的感觉 你一定要合神的心意 这件事很重要的 我有时发现有些弟兄姊妹 是不知不觉很容易将神挂在嘴边 有些什么都说 哎呀 神今天感动我 神今天感动我 我不是说这件事不对 神给我们感动 但不要那么随意用 不要随意说 神今天感动我 我今天去你家吃饭 你想吃饭就吃饭 是吗? 不需要拉神下来的 神今天感动我 要跟你说什么? 神今天感动你做什么? 阿伯拉罕就是懒聪明 但是懒聪明的时候 就将神拉下来 其实是不需要的 有些人就反过来 就很聪明的 自己坏了 就不是怨神 就怨撒旦 不关我事 是他 不关我事 是他 所以我曾经说过 有时撒旦真的很可怜 都挺无辜的 有个故事说 天使看到撒旦在那里哭 他哭什么? 他说是基督徒 他说我都没有挤他 他自己跌了 又说我挤他 有时真的很无辜 所以帝兄姐妹要学的时候 真的要明白神的心意 所以第一句说话说 就是我们要听从神 以为对不一定对 以为属灵 不一定属灵 不一定属灵 你说我怎么知道我应该做 不应该做 我怎么知道神要我做什么 我只是跟大家建议两件事 第一件事 在我过去一些 或者跟帝兄姐妹听的 或者看一些书看到的 就是第一件事 就是所谓内在的平安 每个信徒有圣灵的同在 在约翰一书有说 在约翰福音有说 有看到我们 就是圣灵是我们的保围师 圣灵是我们启蒙的师父 内在的平安 有时候会给我们一些提醒 一些提醒 属灵的人是有圣灵在我们里面 第二件事就是外在的教导 外在的教导 所以我怎么能够知道神的心意 两件事 对内在的平安敏感一点 对外在的教导清楚一点 多些属灵 如何回应我们称之为圣灵的感动 你看到在保罗怎么说呢 他说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 不要藐视先知的广道 记得吗? 两句话 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 不要藐视先知的广道 什么意思呢? 主观内在的平安 客观真理的教导 对神的感动敏感一点 对神的话语清楚一点 又要用清楚的话语去判别主观的感觉 以至我们知道神要我们做什么 神要我们做什么 我常常提到这些所谓的神的旨意 有时人不需要太执着 有些人很想神的旨意清清楚楚 刚才下面我们下去吃饭 有分组讨论 那些饭上来了 我不知道你有什么饭 因为我不是跟你一起吃 譬如说有碟 我知道你有碟鸡 去到每一台都有个鸡球 所以我知道你有碟鸡 你不需要说 神今天我应该吃一碟鸡 应不应该吃呢? 吃腿 还是胸肉 还是吃什么呢? 我觉得这些就不需要去求问神的旨意 只要那些鸡没有毒就可以了 就可以吃了 到底我要叫炒可还是炒粉 我又觉得不需要 明白神的旨意能够帮我们去知道 人应该怎么做人 所以多些学习 不要藐视圣灵的感动 消灭圣灵的感动 不要藐视先知的港道 第一点要说的是 人要听从 人要听从 下一个人叫以撒 当我讨到以撒 我觉得很奇怪 以撒没什么资料 这个人很静 没什么怎么说的 唯一说的 你记得就是他问阿巴拉罕 遍制的那些制物在哪里 他没什么怎么说的 他说了很少的 不像阿巴拉罕 不像雅各 他有很多事迹 但他唯一一件事 就是当我研究他的人生 他记得最多就是他娶老婆 阿巴拉罕是他娶老婆 我读这些经文写出来 他说又不是他去 而是他就是仆人去 关键在什么呢 他必差遣使者 下面二十四章说 耶和华在路上引领我 下面又说 耶和华必要差遣的使者 与你跟他的阿巴拉罕说 下面又说 他引导我去合适的道路 这是仆人所说的 以撒没应该看到的什么呢 就是看到他是要用神的方法 人用神的方法 当时阿巴拉罕加南地的人 不是…怎么说 你知道索多玛娥妈 就是那些地方 不是敬畏神的地方 不是敬畏神的人 阿巴拉罕说 不可以在这个地方 为他的儿子娶老婆 要回到他自己的本族去找 他亦相宜又说 会带他为他开路 今天我要问一件事就是 阿巴拉罕相信 神有他的人力 相信神是会参与 这件事很重要 你信还是不信神的话语 你信不信这件事 有些神的话语 我们会读的 但是会不会做呢? 我今年年初有一个经历 其实不是很好的经历 就是我很觉得 有两位我很熟悉的牧者 我觉得他们伤害了我 有点被冤枉的感觉 我回去和我老婆说 我老婆也不明白 为什么他们会这样说 他也不明白 其实我认识他们很久 他不明白为什么他们会这样说 我真的很不开心 那天回去 老实说 有句话说 不平之灵 我就不单止这样 我真的 我没有什么隐藏 我都不是一个完全的人 我有时候去找弟兄阿神 越神就越厉害 你知道人很懂得加缘加醋 说到他们差不多需要落地獄 一直是这样说 有没有搞错? 一直是这样说 突然之间有一天 里面真的有圣灵的感觉 有句话出来说 就是要为你的仇敌来祷告 我说行 不过不是他们 我说有很多仇敌 不过不是这两个 我不会为他们祈祷 但是这个说话一直提醒我 为你仇敌祈祷 我说什么呢? 行不行? 有没有用呢? 后来一直提醒我的时候 我里面很不平安 这种不平安 你记得刚才我说的 那个内在的平安 不是你内在不平安 那真的有问题 神说有些事情不妥 我一直想着这件事 为你仇敌祷告 我说不是 我说不是 我很抗拒 但是我又记得 由刚才说的 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 于是 我真的有一天 早上早上灵修 我开始为这两位牧者祈祷 我告诉你 初初有点忍住 奇什么 求天父接他回去 或者什么 我没有这样求 我一开始说 都是在这里慎 慎 他们都不知道为何这样 其实他们没什么理由这样做 其实这样做 对他们无益 对我无益 对大家都不好 为何他们这样做 我也不知道为何他们这样做 麻烦你真是叫他们知道 叫他们知错 一直都是这样 奇奇一刻 开始我改 开始我改 我为他们祈祷 你知道吗? 为他们祈祷 是不同的 我开始为他们祈祷 是说说你信不信 有些人看圣经是选择来信的 是否真的可以? 这里说 是否真的会? 那个仆人说 如果我找不到那怎么办? 这不关你事 你放心 后来仆人说 我知道他会猜显使者 我知道神会引领我 这个很重要 我觉得人要相信 我们生命当中有神 很奇怪 基督徒可以不信 我们生命中有神 我们信神 但不信我们生命当中有参与 有带领 有恩典 我觉得基督徒很重要 就是有见证可以说 基督徒信主有 信主之后没有见证说 神不知去了哪里 找不到 最近有个神学生 写个电邮给我 我介绍一间教会实习 我发现他又在做工 他又在读神学 他又去实习 真是很忙很忙 我说了一句话 我姓杨的这个弟兄 是台湾来的 我说杨弟兄 你需要专心服侍我 他过了不够两天 给了一个电邮给我 他说 徐弟兄 神听了你祈福 我被解雇 11月底 还有一个多月 他说要离开他的工作 我跟他说 我说杨弟兄 无论沽默论什么原因 因为他的公司要关门了 他说 我认为在奉行的路上 在基督徒的路上 要有见证 你不要错过 他不是故意叫人解除他 你要想一下为什么 我自己在这里写四个字 我们人生当然要有古说 要有古说 即是有见证说 以撒很特别 真是觉得 怎会这么奇妙这些事情发生 我经常跟我同工说 在我们熟视的路上 不能看不见神的手 你想想 刚才我忘记了 今天和他聊天 有些事情真的想不到 意料不意想不到 我希望全福堂有很多见证说的 你的人生有很多见证说的 不是作故事 而是有古说 作故说和有古说是两件事 我真的有故事说的 我发现神开神真是很奇妙的东西 你要有这些见证说得出来 所以第二个就是人要相信 第三个就是雅各 雅各就是人用人的方法 《圣经32章》形容雅各这个人 他说你要叫以色列 你与神与人教力都得了性 雅各这个人是很聪明的 他想尽自己的想法 他真的有很多想法 他要长之名分二十五章 他得到 他要长几组福二十七章 他又得到 他用恶苦的羊群又骗到 他要哥哥的原谅也得到 有些人说 叫做心想事成万事胜意 不要说还财就手 总之他是想要什么有什么 但是读到后来他再见约室的时候 当法老王问他 你平生年日多少 他用四个字形容 他说我平生年日是又少又苦 对不对 其实雅各当时130岁 其实不算短命 其实他最后比约室更长命 为什么他说人生是又少又苦 我不知道你怎么看你的年日 在我年日当中 有些年日我不想记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想宝 我有些想宝 我记得我自己 其实是这样说的 我认识了我太太之后 我知道他要来我家 我就拿去我的相簿 把很多肉酸的相片都撕掉了 剩下一些比较漂亮的相片 放在这里 特别是有些跟女士拍的相片 我全部都毁烈了 免得他看到我问我这个是谁 虽然有些没什么 都免得影响他 有时候我们发现 有些我们生活里面的片片段段 其实我们不想记得 我不知道你有没有 我有 雅各一生当中 没错得到很多 但是他损失这么多 一百三十岁回头看一看 他说我的人生又少又苦 做人不要做到这样 其实走了一大段路 然后回头看一看 哎呀我真的 我人生没有什么值得留恋 没有什么值得记念 没有什么值得我们去回顾 这是很可惜的 你发现神对他的评语也是 何西亚书说 他说耶稣说 要犹大真变 照雅各所行的惩罚他 按他所做的报应他 其实神要祝福雅各 神早说了 创世纪二五章 其实有说过 耶稣说 两国在你福中 两族要从你身上出来 这族必强于那族 将来大的要复杀少 一早说了 你这么急做什么呢 好像阿伯拉罕 神说了会给你的 你为什么要帮神呢 神不会给你的 不要自以为聪明 神有他的方法 也有他的时间 人要尊重神 人要尊重神 人生当中有很多得与失 人生当中有很多值得感恩 人生当中也有些后悔的事 但是千万不要失大过得 千万不要后悔多过感恩 我常常有机会坐飞机 我很少机会真的去看电影 但是坐飞机有时候会看一两出电影 我上个月回中国的时候 在飞机里看一出电影 有些人可能会认 这出电影叫《独戒》 认不认 刘青雲 刘青雲应该认 古天乐认不认 说什么的 《慈云山十三太部》 《陈神之》 说他如何改变成为十大杰出杰清之一 我看了很多对白 其中的对白是古天乐说的 刘青雲已经改过了 跟古天乐一路走一路说 古天乐我记得他跟刘青雲说 其实我不怕死 最怕是什么呢? 死的时候有遗憾 弟兄姊妹做人做基督徒 我们不怕死 但死的时候不要有遗憾 不要说当日如果我这样多好呢? 当日如果我没有这样多好呢? 当日如果我把握这个多好呢? 不要说这些 不要说如果当初 这些不是很空虚的说话 所以人要尊重神 不要自以为聪明 第四个人物是什么? 是约失 神用神的方法 约失其实真的 形容他的人生 读他的人生挺精彩的 他是一个很有梦的人 他是一个很有情的人 是吗? 前半段的人生是常常有梦的 后半段的人生是常常哭的 我叫他做哭包约失 前面就是发梦的约失 这两个是他的特色 有梦有类 有梦有类 这两个都是主宰他的人生的 这里看到当他去到埃及的时候 被兄弟出卖 他真的完全不明白很多事情 后来生了两个儿子改名 这两个马拿西和以法莲 是有意思的 他说神需要我忘记一切的困苦 后面说神需要我在受苦的地方昌盛 遇到不公平的事情 但是神恩待他 他看到神有恩典 其实苦不是问题 要明白为什么苦 他后来四十五章提到 他明白神先差距离 神的意思原是好的 要成就今天的光景 约失看到什么呢? 约失看到他的使命 约失看到他的使命 你要明白就是人生里面 我常说不要求苦难 但是苦难来到的时候 你要明白苦难的来源 为什么会有苦难? 我最后想到有五个不同的来源 第一个来源是由于这个世界被就座 自然会有苦难 第二个是因为自己的犯错 以至引致有苦难 第三是因为人的犯错 以至牵连你有苦难 第四是因为撒旦的试探导致你有苦难 第五是因为神给你的试炼 祂给你有苦难 有五样东西 我没有写这个笔记 但是你要明白 你要知道 有时候如果你真的明白 这些苦我试过 在我自己人生当中 有些事情 我真的不明白为什么这些事情会发生 我记得当我太太在2005年病的时候 我很记得那一天 我落了楼下 我跪在厅那里 我对着窗 我还记得 我同城祈祷 我太太这个病 我不知道 我不知道什么时候会好 但是第一件事我求的是 如果是我有罪 你让我知道 你让我知道 因为我知道 求恩典之前 先要处理你的罪 求恩典前 先要处理你的罪 所以我说 神你让我知道 你让我知道 若失本身没有犯错 如果你没有犯错的时候 你要明白 神给你有使命 神给你有使命 我们常说 人在这儿做 天在这儿看 天在这儿看 我们要与神同行 如果这个苦难不是来自我们的罪 而是来自其他的原因的时候 我们求神给我们在苦难当中有见证 你明白吗? 如果不是出于自己的罪 是由于其他的原因 无论是来自撒旦 无论是来自神 无论是来自人 无论是来自这个世界 如果不是由于自己的罪 求神的罪 就是苦难当中有见证 有见证 下面我写的说话是什么呢? 就是小不忍则乱大谋 百忍真的可识今 所以当我再找回的时候 很多经文提醒我 就是我们需要有忍耐 罗马书说 忍耐生老年 老年生盼望 神给我们有苦难 是要操练我们 对神的信心 对神的信心 对人生的认真 到底是去到哪一个程度 有时苦难真的可以操练我们 有时真的 那个叫什么 不是白忍成金 总之操练是对我们有益的 以前有一个短片 YouTube说 是最后的一课 The Last Lecture 各位教授为了两个儿子 录了一课 叫做最后The Last Lecture 里面提到 如果你面前有墙 挡着你的前进 他不是叫你停 他是问你一个问题 你是不是真的想过去那里 明白吗? 有时我们教会成长 有时我们生命成长 我们需要学习 有些事情来到的时候 他不是说不让你去 他问你有多想去 不要遇到的事情 你就退缩 忍耐 雅各书说 农夫忍耐等候田的出产 同样的基督徒 有时我们遇到苦难 只要不是你的罪 你知道不是的时候 你可以求恩典 求神帮我们在苦难当中有见证 有见证 下面说的也是希伯来书十二章 他说我们真的要全心忍耐 奔下摆在前面的路程 下面引用耶稣做个例子 耶稣为着摆在前面的喜乐 就轻看羞辱 我们要明白苦难的结果是什么 下面有提到在雅各书说 忍耐也当成功 与神同恨和遵神而恨 和遵神而恨 我们需要忍耐 需要忍耐 但如何忍耐呢? 现在就讲《创世纪团》一样东西 就是这篇里面的重点叫《竹谈》 当我读《创世纪》 你回去再读《创世纪》 其实不是很长的,只是五十章而已 你读一下《创世纪》 读一下它,读一下它 你发现里面有一个上上出现的动作 就是《竹谈》 最少出现了八字 我列出来给大家看了 《罗亚》在八章里有 《阿伯拉罕》不止一次 《以撒》也有 《雅各》也不止一次 每一字《竹谈》的目的是什么呢? 你发现有讲到《竹谈》为了两件事 第一就是纪念 第二就是求告 《创世纪》十二章七至八节 他说是为了向祂显然的耶和华 捕捉了一座坛 捕捉了一座坛 后面有说什么? 就是扣高耶和华 扣高耶和华 所以你要明白 《竹谈》有两个作用 一个是纪念过去 一个是为了将来 一个是为了将来 纪念过去、仰望将来 顺服现在 或者把握现在 这一点很重要 纪念过去和仰望将来 我们要知道过去神的作为 我们要相信神的将来有作为 我再说一次 我们要知道神过去的作为 又相信神过未来可以有作为 这个很重要 要相信这样 而是今天我们能够明白 应该怎样去做 一个我们应该做的人 刚才说了有四个的人 两个好、两个不好 我希望你知道哪个是好、哪个是不好 阿伯拉罕和雅各 都是一个负面的教材 以撒和约瑟是一个正面的教材 重要的是他们相不相信 有没有与神同行、有没有遵神而行 所以很多时候 我为什么提到《竹谈》这一件事呢? 很多基督徒在人生当中 走人生路的时候 看到前面有难处的时候 你不要忘记神过去的恩典 你不要忘记神将来可以有恩典 所以我常提到就是 你要看两样东西 向前看、向后看 那时候我叫做什么呢? 就是我们过马路要向左望望、右望望 基督徒人生如何? 向后看、向前看 你要看到过去神的恩典 你要相信将来神有恩典 而是今天你能够在神的恩典当中 继续走你要走的路 下面有句话 你们不记可能没有的 就是不要因为目前的难处 而放弃将来的果效 不要为了目前的难处 放弃将来的果效 却要因为以前的果效 和为了将来的成果 而克服目前的难处 听不听得到? 我再说一次 说慢一点 不要因为目前的难处 放弃将来的果效 他要因为以前的果效 为了将来的成果 而克服目前的难处 我解释一点 譬如说我在这里讲道 我想说我讲道有时都坏 有时都坏的意思 我不想说很多时候都坏 有时都自己知道 心知肚明是说得不好的 那次说得不好 我跟你说 自己会很深厚的 会很不舒服的 真的很难过的 有时跟自己说 说得这么坏 以后不要说了 以后想想想 其实我又不是每次都坏的 就说一次坏 将过去曾经好的 全部都抹杀了 这个又不是很公平 对讲道 是不是? 不可以这样 但是我觉得我今次坏 将来可以好的 因为今次坏 忘记以前的好 又不相信将来有好 所以不要因为今次坏 忘记将来以前的好 又不相信将来有好 我要继续好 你刚才说的意思 是不是? 人生当中难免有起起伏 会有失败的 失败当中不要放弃 失败当中不要忘恩 不要忘恩 要捉坛 这个坛是告诉你 在这个位置 在这个坛 今天这个十字架 在这个十字架前面 你要向后看 就是向过去看 过去你自己想回以前神很多的恩典 我相信有时候人在苦难当中 忘记了很多好的东西 真的 人在苦难当中 很多时候忘记了很多好的东西 其实不应该是这样的 所以我今天结束 我第一个建议给你们 学习 数算 恩典 我发觉这件事是很有用的 是很有用的 我记得我和容牧师聊天 我这次预备 他跟我说 其实每一天你起床 原来十只手指还有 没有小度 是不是? 原来很多东西不是必然的 你知道吗? 不是必然的 是真的 我今天起床 我觉得很多东西真的很奇妙 整整齐齐 或者有些东西 虽然有些东西没有了 但是你还有很多其他东西 你要懂得去数算恩典 是很重要的 第二个是什么? 对将来有盼望 将来有盼望 所以我刚才说 要因着以前的果效 为将来的成果 克服目前的困难 克服目前的困难 所以有时候我相信 真的明天是会更好 所以我要相信这一件事 下面最后有两句说话 说什么呢? 就是历史是最贵重的老师 盼望是最有力的依靠 有时因为这个盼望 这个历史 能够帮我们今天 能够继续的前行 刚才读希伯来书 我不知道你会投意到 有句话说的 耶稣为了摆在前面的喜乐 祂能够忍耐 有时我会想 我为什么会 很攻克己身 很折制自己 因为我看到将来的结果 将来的结果 我告诉大家 我还有一颜汗 这次来香港 我总共讲15堂 是14个不同的题目 不同的群众 不同的群体 不同的教会 全福堂是有7堂 其中一堂会重复的 就是星期二晚 但是我自己一路预备的时候 其实这样做这些笔记 或者这样再去执 去想怎样说 每一个字 其实是真的有时很花时间 我试过可以对着一把东西 想一个小时 一路在想 怎样去执行 用什么经文 其实是辛苦不辛苦 为什么要做呢 看到前面 所以我常常讨告 我今早起床讨告也是 我盼望今天所说的信息 能够帮到弟兄姊妹 譬如今早早我讲完之后 有人跟我说 他说帮到我 我很开心 我在这篇讲的时候 我回想到今早那篇 我觉得原来真的帮到人 我看前面 希望今堂完之后 大家说 徐弟兄 你帮我明白了 创世纪一些重要的地方 我学习了 譬如我真的要常常学习 数损恩典 我现在在苦难当中 这个苦难不是因为我的罪 所以你提醒我要忍耐 而且要在这个苦难当中 要有见证出道理 不要白白受苦 有首歌 他说 多少痛苦白白受 不要白白受苦 常常我听过牧师说 不要求苦难 当苦难来 不要让他轻易过去 只要苦难不是出现这个罪 就算是出现这个罪 不要让他轻易过去 你打吧 即管打吧 不要这样 要改 侧改 神要给你有见证的机会把握他 把握他 所以同样我自己想想 为什么我能够坚持 为了这个原因 历史是很贵重的老师 盼望是最有力的依靠 总结来说 神的愿意愿善美好 人的愿罪是自作主张 偏行己路 神的方法要人与神同行 也要人遵神而行 人的回应是三样 纪念过去 仰望将来 顺服现在 我提一提大家 跟大家溫一下 看你懂不懂 记不记得 因为如果你能够听完五课 最后一课我都会问的 两个愿 是什么愿呢 神的愿意 人的愿罪 两个恨 恨是什么 与神同行 还有什么 尊神而恨 接着有四样东西 这个难记 第一 从巴拉罕看到是要听从 从以撒看到是要相信 从雅各看到是什么 是要尊重 同药室看到是要看见 看见 接着要祝坛三个时间 一个是过去 现在 一个是将来 一个是现在 是什么 纪念过去 仰望将来 顺服现在 记得吗 两个愿 两个恨 四个要 三个时间 要考试的 所以说到最后的课 我想大部分都在这里考试 不会的 与主同行的人生 是一个足弹的人生 我们要遵神而恨 下面有几个问题 你回去自己做 第一过去 我鼓励你今天回去 甚至下午你有时间 你写下神在你人生当中 特别的事迹 包括恩典和带领 我觉得这样写 对你是很健康的一件事 试一下写 写完之后 如果可以的话 找人分享一下 我告诉你 我是这样说的 越分享越青春 是吗 分享恩典 是最好的护肤膏 是吗 刚才我和几个姐妹吃东西 在韩国回来 拿了这些什么面膜 那个叫做什么 嬉害的 不知道叫什么 哇 很厉害的 我不是说我不用 但是他不给我 数损恩典 是一个最好的养颜之道 所以试一下做这些事情 第二是将来 写下你自己灵命的期望 有什么期望 或者写下神对你有什么期望 人不好没有期望 人懂得数损恩典 人对自己有期望 第三就是要写下 今天你应该做什么 不应该做的事 记不记得皮蛋细肉粥 是吗 想一想什么 老实说 你知道的 不应该做你自己知道的 应该做你也知道的 自己写下它 帮助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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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样东西回去做 祝坛的人生 是要纪念过去 是要仰望将来 是要纯服现在 阿伯拉罕 以撒 雅各的人生 他的历史已经写了 我们叫做概观定论 今天你的历史 正在写作的当中 希望这个历史 能够成为人 日后一个古灵 能够里面充满有见证 有见证 好 我们一起祈祷 天父我们求你 真是教导我们 从很多人的历史当中 其实历史是用生命写成的 但这些历史给我们很多的教训 前居可鉴 帮助我们 不要重复人的错 我们要重复人的事 所以给我们人生里面 多一点光彩的见证 多一点神在我们当中的经历 让我们众大兄姊妹 愿意去回顾过他们的恩典 对将来我们对神有信靠 相信神会有更多的恩典 由今天我们要参与 神你自己与我们同行的路 所应该做的事 帮助我们 听我们祷告奉耶稣的名义图 阿们